哇 今天雨真大 我今天带大家来逛逛我的后面 看看我的菜园子 好像只有下雨才有时间 还这么新鲜可以来逛一逛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菜地 我是圈起来的 我以前圈起来是防兔子 然后防一些动物的 结果发现它什么也防不住 现在就是用来防我们家狗的 你的狗子会跑到菜园子去防止它 然后还有就是防小豆包的球 不过现在小豆包的球也防不住了 它一大脚过去就能抓住我的一颗西红柿 这就是我的后面 中间这一块是给孩子们撕球的 有些乱号 这边呢也是菜地 这边我是来来种花的 就是前面这一块我还没有种过去 我打算要全部种上玫瑰 这个玫瑰其实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中间的白色慢慢的时间长了 就会变成这种粉粉的颜色 这个玫瑰我在去年有个视频给大家推荐过 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 这个玫瑰的花量特别多 它开的时间也特别长 可以从早晨一直开到下去 但是你的肥料一定要给足 它才能有足够的营养开花 这个是超级能开花的 你看看我已经剪了非常多的花了 但是它还在不停的一直开 它就是从几个星期以前 它的花量特别巨大 然后到现在还是这么多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枝条有多粗一根 这个玫瑰的抗病性特别好 很少长虫 因为它的植树比较健壮 我今年把它的脑汁都修了好咯 让它留些新枝条 这个玫瑰它爬得特别高 所以你要种这颗玫瑰的话 必须要一个篱笆 或者是有一个架子 它才能hold得住它 超级能长它 而且巨能开花 抗病性也超级好 在去年我也给大家推荐过 你看和这个比起来 是两种不同的颜色 下雨的话院子里就不太适合什么打刺枝啊 剪叶子 所以我今天带大家来我的菜地里看看 大家记不记得我有个视频叫什么叫套种 就是早晨的时候我种了10种的青菜 你看这底下的青菜全部吃完了 现在就是在西红柿在生长 前面高的是那个无线线的生长西红柿 它会爬比较高 最高的可能爬到两三米吧 估计 底下的这个就是有线线生长的 这是那种大的西红柿 它就长得比较矮 旁边的 这是我当时套种的这个黄瓜 这些黄瓜我已经开始吃了 大概每天能摘个两三根黄瓜 菠菜 这里还是芥兰 这边是长豆角 这一块就是快菜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种 我今年应该赶紧移栽了 或者给它见苗了 对位的就是 这些爬藤的就是四地的 那是辣椒 这个就是我的空心菜 我是在维多利亚节以后种小吃的 因为空心菜它需要温度比较高 它才能生长 在维多利亚节前温度比较低 所以我不会种 一般我在维多利亚节以后才会种 大家看一下这一块是我新开的菜地 这边比较茂盛的这个是南瓜 这个南瓜长得太茂盛了 其实我也没给什么肥 就是在种它的时候底下 食了一些鸡粪肥作为底肥 然后这两颗西葫芦 大家看一下这西葫芦其实 西葫芦是一个特别肯接的蔬菜 如果你是新手种植的话 我强烈推荐你种两颗西葫芦 因为西葫芦种两颗就足够你一家人吃一整个夏天 上面的这个是四季豆 里面已经开花接四季豆了 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这些南瓜和西葫芦的叶子剪一剪 把我的四季豆给全部遮住关线了 大家记得我有个视频叫挖钩种芦笋吗 你看这一片地就是我的芦笋和莴笋 这个莴笋长得太茂盛了 其实我有很多莴笋 所以我的莴笋是吃不完的 每天都是在吃莴笋 赶紧吃赶紧吃 芦笋就这样让它养叶子 然后养根 莴笋我马上要把它拔了吃掉 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种瓜 这叫坎瓜 我这是青年新 ж anchов的也是 我给它拉了一些绳子在泥巴上 让它往泥巴上爬 厉害个大的 这个坎瓜因为它的熊花比较小 所以来我们要给它塑粉 今天雨真的是巨大 一直在小青枣上一直下到现在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下一次我带大家看看我的前院的花 谢谢大家